A基本上,但這個地方有公式這麼長 如果要用VBI重新撰寫,其實相當麻煩 不是不行啦,只是說這個程式的複雜度會比較高 因為你跨了工作表 然後呢,如果清除的話,當然沒問題 那可是還有一個狀況,因為我們程式基本上是怎麼寫 跟剛剛一樣,for 插入一個研習總時數的sub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呢,在C欄裡面呢,把剛剛的公式貼過去 那改的方法我剛剛講過啦,就是如果你會變動的部分呢,改成i 放在中間 這個應該沒問題,因為前面也做過啦 可是有個問題發生,什麼問題呢 就是如果說我今天,這個地方因為現在沒有設保護 可是如果我把它設定成保護的話 而且加了密碼 好 那你會有個問題發生,按下他 他會出現什麼 1004 什麼意思呢 他已經保護了喔,所以你怎麼樣呢 你要把這個東西丟過去,很抱歉 你不能變更 對不對 因為已經設定保護了,那當然VBA本身也是不能 變更 他也沒有這個權限 所以以後你遇到這種情況,如果你設定保護怎麼辦 那如果 對,沒錯 所以當然取消的話 你總不能說你這邊手動取消,然後再按個按鈕 然後等到 做完之後再把它 再取 那這樣感覺好像又變半套了 所以如果我說你今天呢 希望能夠取消 那個保護的話 那你希望能夠 直接在 就VBA裡面寫的話 其實也非常簡單 你就是 告訴他說你現在這個 工作表 現在這個工作表就是 就是打一個Active Active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這一個 被正在活動的工作表 叫Shit 正在活動的 Active Shit 指的是現在這個工作表 對不對 他裡面 點 如果我要 取消保護的話 有一個方法 叫 Un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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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一個 刮符 裡面放什麼呢 放你的密碼就可以了 1234 因為有密碼1234 然後呢 記得呢 等到你 把它做完之後呢 再把這一行 複製到這邊 改成什麼呢 對Protection就可以了 OK 怎麼知道你字有沒有拼錯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我打字都打小寫 如果你移開之後呢 他的手字如果有變大寫 那表示呢 你的 程式應該字沒拼錯 可是如果你移開之後呢 手字還是 小寫的話 那你就要檢查一下 其實這個也是我撰寫程式的一個 算是 避免錯誤的一個小技巧 OK 所以我 所以你們可能會遇到問題 我基本上比較少發生 因為我會從細節裡面 就先把 可能的錯誤已經排除了 所以為什麼一直強調說你一定要縮排 因為如果你說排之後 我看到FOR一定會看到NAS 因為很多同學都常 打完FOR之後 再打NAS 就忘了打 忘了打就錯了嘛 對不對 但是他如果沒有NAS 他也不會告訴你是NAS的錯 他好像會跳出 好像另外一行錯 OK 所以 只要沒有縮排 我想 結構正確之後 程式 會出錯的可能性 也越來越小 還有什麼呢 像 打字變小小 這樣 應該大部分還有 細節 都注意到了 寫程式是一種很愉快的感覺 因為怎麼寫都對嘛 頂多就錯了沒關係 反正我再看一下哪一行錯 我馬上可以看出來 馬上改一下 就OK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一些 訣竅 這些東西可能書裡面也沒辦法陳述這麼細的東西 OK 那來看一下 這邊做完之後呢 再來看一下 我們 目前有Protect 對 那我如果要動態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用F8 先 確認這一行有沒有NProtect 怎麼知道有沒有NProtect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這一行過的話 這邊上面應該會出現東西 因為取消保護了嘛 上面才會有公式顯示 所以上面如果有公式顯示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有 取消了 有沒有發現 上面有變出東西來了嘛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除錯的技巧 那接下來就是你就是 讓他在跑跑看 那當然 你不用全部跑完了 我設中段點讓他跑完 跑完之後有沒有 在我因為我主要是要知道說這個 效果跟這個效果 你可以在這個前後 前面加中段 停在這邊 就OK了 主要這個是重點 其他的 就跳過就可以 然後呢 我要怎麼知道他有保護 上面東西會消失 所以我把這一行 執行F8 有沒有發現 他又取消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以後你的程式裡面 假如有保護的話 沒有關係 你在開頭的地方 加一個 按Protector 結束的地方 加一個Protector 這樣就搞定了 所以以後呢 你 只有你可以 可以去做這些 因為 還有 VBA程式也不能讓他知道 因為如果他 看得懂程式的話 就知道你的那個密碼 是多少了 所以你可能還要再多學一招 把VBA保護起來 因為 如果學過VBA的人 他就知道說 你這個地方 那我偷看一下你的程式 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然後 你寫在模組裡面 我看到了1234 因為我看得懂 這樣 好像又有漏洞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記得把你的VBA 保護起來 有沒有看到 上面一定是一個 VBA的專案 VBA的project 那如果你要保護你的 程式不被看到的話 順便學一下 按右鍵 有一個叫什麼 VBA的project屬性 屬性這邊就有保護對不對 切到保護 把這邊先打勾 表示你要保護 請你在輸入密碼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你想說 關掉 比如說VBA關掉 切進來 怎麼還看得到 因為你必須先 先把它關起來 儲存一下 儲存之後呢 你再把它 進到裡面來 一樣要啟用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切到 開發人員的Visual Basic 剛剛是直接可以看到模組 現在呢 打開 你會拍喔 看不到了 對不對 旁邊有個加號對不對 按下去 請輸入密碼 對不對 這個時候如果他不知道你密碼的話 他一樣進不去 密碼不正確 但一樣 跟剛剛一樣 你不要忘記你的密碼就好了 加了之後 那你就 連自己也不要程式啦 不像我的習慣喔 我會把寫好的程式也是 是備份一份到雲端嘛 反正就像我之前跟各位講的貼上去嘛 你備份 那之後如果 忘了沒關係貼過來就好了嘛 不就這樣最好 最簡單 所以你把這個 按確定 才能看到模組 才能夠把程式 繼續打開 好所以如果 你這邊有一個 密碼 那順便也學一招啦 按右鍵 這個VBA的PROJA屬性 保護打勾 加密碼 但是如果你要想要去掉啦 一樣嘛 你如果要去掉這個打勾取消 把密碼刪掉 那 將來就不會有密碼在這裡 OK 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那個 如果加了這一個 啊記得 那個清除的部分前面也要 所以在這邊清除的上面 也加一個NProtector 這個 然後要清除的話呢 一樣也要把它Protector 這樣子 其實就可以加了 所以我把延期時速把它 清除掉 這樣OK 延期時速加上去OK 那目前呢當然也是 做完之後你要再串改 也是不行 也是又恢復了 OK 什麼都不行了 啊只有什麼呢 這個功能可以 不過你會發現還是會閃一下 閃一下 因為你在那個過程當中 它還是會跳出來 不過應該沒有人這麼厲害喔 這樣閃一下還可以馬上看到 到底是什麼東西啦 不過有時候是 倒高一尺磨高一丈 不過真的有心人他還是有方式 不過 這樣應該也夠啦 另外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用VBA寫的話 不過如果你用 我剛剛講這兩段在這裡 如果你要用VBA寫的話 可能要寫 這麼複雜 負回圈會需要 這個是工作表的負回圈 這個是 那一個 那一個工 就是 有好多頁嘛 那你這個 I指的是你現在這個主頁 的 往下要繼續往下走 這個人 好然後呢 另外一個 I的話 另外一個 J指的是什麼 另外一個工作表的 資料 你要把它抓過 兩邊match的話 就把另外一個資料 的那個什麼其他欄 哪一欄呢 C欄 比對的話是比什麼呢 比B欄 那抓的話是抓C欄 把資料丟過來 然後還有什麼如果沒有就補零啦 所以如果 這個難度有點高 假設有興趣的同學 你自己在把這個程式 把它call過來 然後 也許你把它貼到這邊吧 試一下看看 這個部分的話呢 給各位參考 因為我覺得是有點難度 但是一樣 如果你要做 那個 可能要自己要加一個什麼呢 加那個potator 跟unpotator 因為如果沒有加的話 這邊也是不能run 只要是 牽涉到那個存取的話 一定都需要什麼 把那個保護給取消 跟保護給 把這個清除一下 假設我今天 換另外一個方法 然後他是怎麼樣呢 他的邏輯是什麼 第一個 我一樣是 取消保護 然後把資料清掉 然後這個 S指的是 第幾個工作表 那是第2個到最後一個 所以2跟3 然後呢 再到 我先抓 I 指的是 現在第幾個人 那是第2列 到最後一列 所以這個 王清露這邊 那 在 追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這個工作表 裡面的 這個範圍 所以會有兩個範圍 那我就比對一下 把現在的 B欄的資料 就是王清露 跟 這個範圍裡面的這邊 一個一個抓過來比 有沒有一樣 如果有一樣的話呢 那就幫我把 那個他的時數 C欄裡面的時數 幫我 丟到這邊來 啊 串接啦 所以累加 如果有一個 那就 再把它 摳過來 累加累加 就對了 所以最後做完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 輸出 結果就OK了 結果應該是會一樣 可是程式就不一樣 程式多很多東西 這個因為有點難度啦 所以給各位 參考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大家如果 有興趣同學回去可以 再做一些研究啦 因為這個東西 真的要很花時間 去理解他 你短時間要 學會 怎麼去跨工作表 我想應該有點難度啦 一個工作表就 就已經 夠複雜了 更何況多個工作表 不過當然如果你將來單個工作表熟練之後啦 你要跨工作表應該就會越來越簡單了 那不管有多個工 幾個工作表 都可以在瞬間 自動幫你把你需要的資料全部 都 比如說 加總起來 然後丟過去 加總丟過去 應該都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剛剛主要講的 第一個就是 怎麼利用那個 ActiveShoot 的那個 NProtector 跟Protector 後面刮符加上 你的密碼 第二個就是在那個什麼呢 VBA裡面的專案 加上 保護密碼 不過記得喔 你加了保護密碼 記得要把 ECL先關掉 重開 他的 這個密碼 才會生效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喔 C